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我们的屏东3D门 白天这最高温都有超过30度 但是其实今天最热的地方是出现在高雄的月眉 高温就有33.6度 但我们也不得不提的就是这里的温差也很大 因为在阳光露脸之前 清晨的低温也只有20度左右而已 而且这样的温差状况 未来几天也会出现在我们南来北往的过程中 那么老天的颜色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连续下期的天气 我们首先就做过第一张的地面天气图来告诉大家了 在昨天收到微露的封面通过 加上东北风的影响 飘雨的情况在宜兰以及中部以北都看得到 而今天云系已经通过了 但是我们却没有拨开云雾见到大晴天 这个主要原因 从图卡上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虽然才送走了一波封面云系 但是后头 华南云雨区还是不断的有水气产生 并且就像一条输送单一样 不停的把水气给送入台湾 所以从现在开始 在我们的北台湾桃珠苗 就会出现一些短暂雨时的状况 而在明天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 将是这个华南云带影响的主力时段 不过这个影响范围其实又是北台湾限定了 就是包含了我们在北台湾以及我们苗栗地区 雨时将会最为明显 而中部山区还有华东地区 也会容易有这个飘雨的状况 不过还是有好消息的 因为从这个假期的第二天开始 随着这个北方的冷高压 逐渐的东移 连带着华南雨带也将逐渐北台 而台湾风场就会从比较凉冷的东吹风 转为比较温暖的东到东南风 那么各地天气就会慢慢的 恢复稳定的好天气 那么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 以下未来天气的天气概要 明天主要就是受到这个华南雨区的影响 而且就是下雨最明显的一天 而这样的天气状况也反映在温度上 虽然说这个全台湾都有带18度以上 但是可以看到 这个有下雨的地方 消息之下也会比较凉冷 北台湾高温25度 中台湾29度 南台湾31度 在我们的华东地区也有27度左右 那么准备北上或是返乡前往华东地区的朋友 当然就要带上雨具了 而南下则可以多带几件短收的衣物 紧接着4月3号和4月4号的儿童节 水气慢慢减少了 各地就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 连带着这个北台湾的高温 也回升到28度 只剩下我们东半部地区有些举步的冷清飘雨 而在中午过后 我们的中部山区也是要留一些 午后雷剧雨的发生 而到了下个礼拜三 也就是在清明节当天 到时候又会有另外一波封面接近 那么在我们的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 就会是这样子典型的雨纷纷的天气了 不过在这个天气变化之前 春天变化还是随时会有些变动的 我们特上团队 也会只是为各位带来最新的天气资讯 而至于影像部落跟详细的天气资讯 一起来看温宁哲利的上海气象 首先来到屏东的市自牡丹跟满洲 低温18度高温28度 泰武来一春日 低温16度高温 31度有两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三地门乌台跟马加低温14度高温 30度有三成左右的降雨机会 高雄的原乡地区 低温只有9度高温 28度留意短暂雨时 加压力山气温在9到25度之间 有五成的降雨机会 南投仍爱于池 水里及信义 低温只有6度高温23度 台中和平 气温在12到21度之间 留意短暂的雨时 苗栗南庄试探泰安 低温1813度高温20度 新竹关系间15峰 低温9度高温19度有七成的降雨机会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 低温12度高温21度 宜兰的大同南澳 低温13度高温23度 也是有短暂雨时的天气形态 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 低温19度高温24度 秀林及万荣 低温12度高温24度 首峰峰冰 低温16度高温 25度 凤宁光风及瑞穗 低温17度高温24度 有5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浊西玉里及副里 低温只有7度 地铁在浊西高温25度 台东寒县地区 低温19度高温27度 有5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池上观山海端及延平 低温14度高温26度 陆野台东市及北南 低温17度高温27度 泰玛里大午金风及达人 低温15度高温30度 南野地区气温在21-27度之间 最后来到我的连江金门及澎湖 低温12度高温23度 让人期待的假期即将到来 最后我们再为大家 做个天气上的总整理 明天其实除了嘉义以南的天气 比较稳定之外 其他地方尤其是苗栗以北 雨势就会比较明显了 而到了象棋地医水气减少 天气好 那么大家外出 仿活动和仿晒工作就要做好 做满了 而到了下周三 也就是清明节的当天 因为蜂蜜又在接近的关系 北台湾温度会稍微转凉 而同时这个假雨期的现象也会增加 所以这五天的假期 就只有第一天 和最后一天天气是比较不稳定了 其他时间的天气 不论是外出郊游 或是进行扫墓地组 都是相当适合的 而日月之后的现在 这个温度又会像溜滑梯一样的往下降 等会预备要踏上返乡里头观众朋友 就务必要多再留意气味上的变化了 这就是今天晚上 以及未来假期的天气分析 祝福大家在假期有个愉快的时光